本期给大家分享的是斯诺克中肝法最秀的胖子 斯蒂芬·李的成名之作 他的这一肝曾经长期霸占了各类挤顶中的No.1 一个犀利的远台 斯蒂芬·李成功上手 这位灵活的胖子不但肝法出众 准度也是相当一流 白球左可以右碰之后 已经没有进攻线路 斯蒂芬·李这一肝运气又是点备 胖子李已经走到对面去观察防守的位置 这一肝刚好形成贴球 他可以从90度以外的方向打出去 做一肝高质量防守 只要被贴的红球不动就可以了 nice 胖子李还真是一个狠人 不多不少刚好藏到绿球后面 把力度和角度拿捏得恰到好处 小波给出了推荐线路 此时球队两侧都有散开的红球 如果来解中间的话 肯定是避漏无遗 只有最下方这颗 从底库来勾结的话 相对安全一些 他会很近的红球 我的第二个第三个 第三个 我会有点点出现 但是那是个类型我会 有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 我认为 你比较好看的 我认为你比较过两个 因为我认为 你比较过两个 他不能把线下的线 你认为 这一肢是 他仍然会在同一组 上一组 你比较过 我认为 丁俊辉选择从左边三库来借,目标就是最下方这颗,可惜直接碰到篮球,低竿尝试没有成功。 虽然留下了左侧中带机会,不过斯蒂芬里还是选择了库位,让丁俊辉继续重来。 丁俊辉还是选择从左侧借球,低竿成功从三颗彩虫身边穿过,角度计算已经十分到位,可惜最后力度差了一点点,还是没有成功。 继续重来,这次导播也给出了从左侧的线路,可惜竟敢未能避开本球,还是解球失败。 丁俊辉的第四次尝试,离开了本球和篮球,但加大力度之后, 角度也随之改变,最后又没有成功。 还是失败,丁俊辉已经被罚了23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斯蒂芬里刚才的中袋都不打,那么丁俊辉要么解到,要么留下更好的机会,否则就只能是无限循环下去,直到超分为止。 第六次尝试,依旧失败,此时休息区的胖子里稳坐钓鱼台,妥妥地躺着赚分。 到目前为止,丁俊辉已经被罚了27分。 第七次尝试终于成功,并且是从下方勾结到红球,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的机会。 丁俊辉也终于是可以脱离苦海了。 第四次尝试终于成功 总体离 safety温刺不揭思考 Tambści 丁俊辉这根防守控制的十分到位 白球紧紧贴裤 虽然左右两边都还可以打到薄边 但白球并不容易跑回去 果然出现了问题 斯蒂芬连接杆没有成功避开红球回到第一分区 直接给丁俊辉留下了上手机会 此时两人的分数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 而黑球贴边底库附近的两个红球也相互咬住 没有进攻机会 丁俊辉就算把其余散开的红球收下 也无法超奔 还是要想办法来解决下方两个红球才行 我已经有点点恐慌了 因为他有几个半球赛的赛选择 在几个半球赛选择 他有几个赛选择 你看到头发的红球 因为他知道他再次回到几个半球赛选择 有点几个半球赛选择 几个半球赛选择 但鸣利能不能够再次回到几个半球赛选择 因为他能够再次回到几个半球赛选择 因为他能够再回到几个半球赛选择 因为他没有赛选择 所以他应该可以打几个半球赛选择 那胖子里的内干惊为天然的弧线球了 又是一干远台 西方里的准处确实在线 现在黑球在带口问题不大 关键是下方的两个红球如何来处理 才能让进攻延续下去 再次走过来确认下 这冲锋说明了 接下来这样发生的一切并非偶然 而是斯蒂芬里有意为之 一个从天而降的高干西裤 虽然是斯蒂芬里故意设计的 但最后效果也是出奇的好 刚好可以出了红球的进攻机会 我认为他仍然可以打几个半球 但那是完全是完整的 比较完整 像是个弱的准备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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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十三十 多八十六 在这儿的镇 对我来说的是 尤其是被绿地就有状况 最终的一个比赛 十二十五 但现在迷战的镇 非常指控 白和绿 但现在最大的镇 还可以做这一个镇 将其他镇有的镇 虽然是谁能不能当 白球走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 这杆已经无法继续进攻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有了后续斯蒂芬里的另外一个神来之笔的操作 23 可以是放下的 斯蒂芬里一根连打带跑 黄球不进,停在带口 最后白球刚好被挡住 这效果也是没谁了 现在丁俊辉只要解球失败 就铁定是漏机会 丁俊辉没有解到 把机会留给胖子里 此时从球形来看 绿球与咖啡互相牵制没有进攻机会 那么斯蒂芬里要如何解决 才能把进攻延续下去呢 太精彩了 打进了同时两户顺势可以开绿球 斯蒂芬里总能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 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大家认为这一干是巧合 还是胖子里本就如此设计的呢 绿球稳稳稳收下 此时整个局面已经没有什么难点了 一局比赛两次精彩K球 如果斯蒂芬里能够继续参加比赛 对球迷来说尚是一大信誓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还是看台队的活动 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和关注哦